HELLO 大家好 你現在可能正準備要買一支麥克風 但是你上網搜尋 看到了一大堆的麥克風 根本不知道怎麼選擇 那我這部影片會告訴你們 哪一種麥克風才是最適合你的 那我準備了我平常在不同場景說 使用的幾種麥克風要介紹給你們 我會讓你們聽每一支麥克風的聲音 也會分享一些我的經驗跟觀點給你們 首先為什麼一定要買一支麥克風呢 如果你做一支影片的話 當觀眾在看你影片的時候 一定會注意到兩個地方 一是畫面的品質 二就是聲音 現在的手機普遍都可以錄4K影片了 畫面的品質有一定的水準 但如果是錄音的話 不管是手機還是相機 內建的麥克風錄音品質 還是不如一個簡單的外接麥克風 那如果你是要做Podcast的 麥克風絕對是你最重要的器材 因為它跟影片很不一樣 影片還有畫面可以看得到 那Podcast完全就是聽你的聲音 所以聲音的品質會變得特別重要 而且好的聲音品質有助於留下你的觀眾 那我自己常用的麥克風有三種 有相機用的 我身上的 跟在家裡用的 因為不同的場合就會用到不一樣的麥克風 就像相機鏡頭一樣 不同的鏡頭可以拍不一樣的畫面 那我第一個買的麥克風就是這個 Rode VideoMicro 小型機頂麥克風 它的優點就是很小 而且很便宜 一個大概2000塊左右而已 那它在台灣也算非常常見 很多人拍Vlog都會用Rode VideoMicro 它買的時候會附一個兔毛 這個兔毛 它可以擋掉大多數的風切聲 就不會有這種 呼呼呼的聲音 我的第二個機頂麥克風就是這個 Rode VideoMicro 它跟剛剛這支一樣是指向性麥克風 可以裝在相機上面 所以鏡頭指到哪裡 聲音就會跟著畫面同步 在錄旅遊Vlog的時候特別方便 但是要注意這種相機雖然有指向性 但是如果距離太遠的話 也會降低收音的品質 如果要買機頂麥克風的話 我很推薦這個Rode Video NTG 因為它有3.5mm的相機接孔 而且也有Type-C接孔 可以接上電腦當作錄音室的麥克風使用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 把它當作懸吊式麥克風用 這樣可以保證它距離我夠近 但又不一定要入鏡 而且它還支援雙軌錄音 有一個軌是錄-20dB的 這樣也可以更保險一點 如果你只想要買一支麥克風 做所有場景的錄音的話 它算是最全面的一支麥克風 Video Mac NTG的價錢大概是8000塊左右 那我下面有放連結可以看一下 那接下來是這個領夾式麥克風 那領夾式麥克風的特性就是 它錄音的時候不管我走到哪裡 它都會跟著我跑 所以它特別適合要出外景的時候使用 像很多YouTuber要出去拍攝外景的時候 都會使用這種領夾式麥克風 那領夾式麥克風的另一個特點是 它很小一個 它可以別在身上 比較不會搶鏡頭 所以很多電視訪談節目也會使用這種麥克風 那我用的這個麥克風是 科麥的Boom XD領夾式麥克風 那這一組我買的時候大概七八千塊左右 它有兩個發射器跟一個接收器 所以我身上這個線不是接在相機上的 是接在這個發射器上面的 那接收器是接在相機上面的 這樣我才可以走來走去 不會扯到相機 那領夾式麥克風很小一個 所以它的音質通常會比其他這種比較大的麥克風 還要再插一些 所以情況允許的話 還是盡量先使用這些相對音質比較好的麥克風 那這個是Rode的NT1 它是電容式的麥克風 也是我最近最喜歡的麥克風之一 它的定位是家庭錄音式麥克風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要錄Podcast或YouTube影片 網路課程就會非常適合 前面這個黑色的東西是防噴噪 它可以擋掉 它可以擋掉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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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聲音 那我買的是含錄音介面套組 所以它有附這個AI1錄音介面 因為NT1它不能直接接上相機或電腦 是要透過錄音介面 然後接上電腦錄音 那錄好之後 再後製到相機拍的影片上面 那可能會有人覺得 還要自己一段一段這樣對很麻煩 那我一開始也是這樣以為 但其實超簡單的 那如果你用PR的話 原本相機錄的影片 跟你另外錄的音檔放在一起 然後框起來右鍵 然後找到Synchronize 然後選擇Audio 點OK 它就全部自動幫你對好了 超快超方便的 很多在家裡錄影片 錄Podcast 還有線上課程的人 都是用這個NT1錄音 因為它算是家庭錄音室最簡單方便的配備了 那售價的話 套裝組大約是13000多元 那還有另外一款Share的SM7B 在國外有非常多的YouTuber或Podcaster 都拿它來當主要的錄音式麥克風用 那聲音非常好聽 而且顏值很高 那像周星哲的以後別做朋友 就是用這支SM7B錄的 那因為它比較難推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一個麥克風前機 還需要一個錄音介面 要弄一個像這樣的配置的話 你的口袋可能要比較深一點才可以 那如果你覺得有點超出預算的話 那你也可以找用USB連接的麥克風 例如這個 鐵三角的ATR2500USB版 那我買的時候大概是3000多 它也是電容式的麥克風 而且是直接用USB連接到電腦 它就不用另外花錢再買一個錄音介面 那它的聲音我覺得也是蠻好聽的 以這個價格來說的話 我覺得很不錯 不過這個好像比較久一點了 它現在有出新款 而且顏色我覺得更好看 那預算5000以內的話 可以考慮這種 那如果你預算五六千塊 那你想要顏值更高一點的話 也可以考慮Blue Yeti 它本身就自帶底座 所以不用另外再去買這種麥克風支架 那它聲音也不錯 而且長得很好看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沒有預算的話 那我有買過一個蝦皮淘寶貨 它也是電容式麥克風 是這個 那它一組750 還附支架跟防風罩 真的很便宜 我以前有一部 教蘋果電腦螢幕錄影的影片 就是用這支麥克風錄的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現在用藍牙音響放同一首音樂 那聲音都是開一樣大聲 確保每一支麥克風錄的音源都是一樣的 然後分別錄音讓你們聽看看 那開始之前 請你們戴上耳機 會用比較好的音響聽 如果是用手機或筆電內建的喇叭 可能會聽不出什麼差別 今天在休息一下 今天在休息一下 你才知道 但是我想要通常的音響 是一個人的音響 這是一月的音響 我會聽到訪負 是一個人的音響 是一個人的音響 我會聽到不見 是一個人的音響 你這樣呢 有時機會氣 是一個人的音響 是一個人的音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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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听完了之后你们最喜欢哪一支麦克风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来讨论 那也希望你们看完影片之后可以更了解 你需要的是哪一种麦克风 每一支麦克风的连结我都有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看看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拜拜